這個好漂亮的茄子 圓的 十塊錢 大家好 我是張金 看到片頭大家都知道我們今天的主角就是茄子了 我們今天要做的料理是北方非常常見的一道小料理 叫做炸茄盒 在中國北方一帶幾乎家家戶戶都會去炸這個 而在南方浙江一帶就會炸藕盒 就是把茄子切成兩片之後中間夾著肉拿下去炸 可以特別好吃而且營養豐富 不過一開始咱們還是先來聊聊茄子這個玩意 茄子是中國歷史上很少見能夠驚動兩位皇帝的食材 第一個是隋陽帝楊廣 他把它命名成為昆仑紫瓜 你看看起來有沒有像啊 就掉在那個漫騰之下非常漂亮 為什麼把它稱作為昆仑紫瓜呢 因為當初傳入中國的時候 它並不是一個普遍受大家喜愛的糧食作物 而是把它當作觀賞用 那個時候在印度一帶 它有白色有綠色也有紫色的 而且它的茄子的形狀就是圓形的 看起來非常漂亮 可是為什麼沒有當時變成一個糧食作物 因為包含印度人包含東南亞包含中國人 吃起來都覺得它味道有那麼一點怪怪的 如果沒有饑荒還真不會把它拿來吃呢 但是隋陽帝看它非常漂亮 就給它一個氣勢磅駁的名字 就叫做昆仑紫瓜 第二個是為了它好吃 特別喜歡吃這個東西 所以還幫它作詩 這個皇帝就叫做乾隆皇帝 他幫他寫了一首詩叫做 死生人 未偏好 化禪無勇 有同心 一個皇帝能夠幫一個食材寫詩 還真不容易 而且我們知道那個時候 清朝皇帝的一舉一動 吃任何東西都會被記錄下來 乾隆皇幾次下江南 經過江南一帶的時候 那個江南的兩江總督引濟散 還每次都幫這個乾隆皇上供 他最喜歡吃的茄乾 那個時候茄子如果沒有辦法 快速保存的時候 沒有冰箱就只能把它塞成乾 乾隆皇帝還特別喜歡吃 還寫信給 寫那個書給引濟散 說如果有空就多多幫我上這個茄乾來吃 一個食材能夠驚動兩個皇帝 真的非常不容易 不過今天我們要做這個炸茄盒 老婆它是屬於哪個菜系的菜 賭菜 山東菜 山豆菜 其實它是山東人發明的一道非常好吃的料理 但是它隱含了中國的邪類歷史 我想花一點點小小的時間來說一說 這個山東人闖關東的小歷史吧 大概在三百多年前 東北一帶我們被稱作為關東 也是滿族人的龍心之地 早期是根本不准漢人移居到關東去的喔 因為那是滿人的龍心之地 怎麼可以讓那漢人進去呢 萬一有一天滿族被打敗了 它還得退回它的龍心之地呢 所以關東或者是東北一帶 它土壤非常肥沃 被稱之為白山黑水之地 但是人口非常稀少 也因為這個歷史背景 才會出現了山東人闖關東的這件事情 那個時候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第一個蘇聯人看到了東北這一塊土地非常肥沃 但是千里幾乎都沒有人居住 它就鼓動了很多無人居住之地的原住民起來反抗 後來就藉由這種說法 把中國一大塊土地通通給割去了 另外一塊是那個時候黃河氾濫 山東河北河南一帶非常多的基民 清朝皇帝那個時候也沒有辦法處理這些基民怎麼辦呢 也只好開放關東 讓他們到東北這個地方去開墾這一塊肥沃的土地 一方面可以解決這個基民或災民的問題 另一方面可以解決蘇聯想要侵擾我們東北的這一個國際問題 所以才會有了山東人闖關東這件事 而山東人背著包包推著輪子扶老西又跑到東北去之後 發現土朗真的肥沃 東西也非常好中 可是天氣比山東冷多了 很多在山東嘗試的料理到了那邊都沒辦法做怎麼辦 結果幾個聰明的師傅才發明了這一道 什麼? 炸茄盒 油脂含量高 外面裹麵粉 茄子很好中 中間打到什麼肉就夾什麼肉 營養成分高 熱量高 吃起來怎麼樣? 沖雞 而且又能補充養分 這就是這一個歷史背景下創造出的 炸茄盒 好了也不多說 我老婆山東人今天就請她來幫我們分享這一道非常好吃的炸茄盒 Go Go 哈囉大家好 我是一如姐 其實我回山東的時候真的常吃茄盒 而且還有另外一個叫做土豆盒 來我們先來調粉漿 現在我用的這個是中筋的麵粉 其實茄盒好不好吃做的好不好 粉漿最重要 粉漿真的很重要 這邊我們先加一些這個中筋麵粉 就是看你的茄盒要炸多少 然後我這邊加的這個 這個叫蓬萊米粉 它就是米磨成的粉 加了這個粉以後 這個茄盒吃起來會特別脆 就這個粉漿特別脆 再來我們還會用到的這個叫做泡打粉 對可以泡著 對這個泡打粉 它會讓整個麵皮就膨起來很像小氣球一樣 蓬鬆起來 對這個我加了一整包 這整包是12克 好接著我們在裡面加一點點鹽 好就是讓這個有一個淡淡鹹鹹的口感 再加一顆雞蛋 但是這個麵糊吃起來會比較香 好接著呢我們就可以開始加水了 其實我們就是要把它調到像優格的那個濃稠度 所以我其實沒有量那個粉量 你就慢慢的加 其實在家做菜本來就是這樣 就是很隨意 對 好如果一下子加太多水 好你再補一些麵粉 這個把它先把它攪勻喔 然後越做越大碗 對 加太多水補麵粉 就發現太乾再加水 對 就要最多麵好帶一整 做麵粉 這個先把它攪一下 好勒 你看這樣子是不是很柔滑 就是這個程度就可以了 接著在裡頭加一點點油 油加進去到時候炸的粉皮吃起來會更脆 稍微把它攪一下我們就先放旁邊 先讓這個粉漿讓它靜置一下 等一下比較好炸炸起來比較漂亮 好這個先放旁邊 接著我們來處理這個肉餡 這個是豬腳肉 這個豬腳肉啊 要有一點點肥喔 如果沒有肥的話不好吃 直接在裡頭加的這個是蠔油 加一些蠔油比較鮮 味道比較鮮 對 好 接著一點胡椒粉 我們在老家吃的時候都會加一些蒜末啊 蔥末啊 薑末啊 這個是米酒 米酒是去腥 其實這裡頭的肉餡啊 基本上它的調味是很簡單的 要加什麼加什麼 對然後味道也不用太重 因為這個到時候外面是用炸的 其實炸起來就蠻香的 這個是香油 就是基本這樣子 你把它抓一抓 這個肉餡其實就已經調好了 鞠魚呢就給它把它放旁邊備用 好嘞 好嘞 處理茄子 這茄子胖胖的好可愛 這個前面這個先不要 對這個我們就不要 然後再來啊這個厚度 我們不要切太厚太厚不好炸 這一刀不要切到底 不要切到底喔 第二刀把它切到底 切斷 好大家看一下 這種叫做蝴蝶刀 就是它很像蝴蝶一樣 有沒有有翅膀 然後等一下我們在夾的時候就是這樣子 跟肉末夾在一起 如果你是買戲的那種茄子 你可以把它夾切成斜刀 或者是 讓它面積增大一點 對 不然你就是切小小的 小小的炸起來很像糖果也很好看 其實你看我餡料沒有用很多 不要夾太厚 你如果夾的那個太厚的時候啊 它中間會不容易熟喔 對 好這樣子 欸老婆 我們說茄子啊 原本是圓的 對 後來台灣為什麼都是長型茄子 你猜什麼時候開始出現有長型茄子 嗯 我不曉得耶 元朝 才創造出長型茄子 真的喔 嗯 你看這樣子就好了 好那我們其他我們就這樣子 其實在山東啊 我那時候回去 去餐廳他們一定會點一個這個茄盒 好吃啊 對然後你去那個朋友家 人家也會榨茄盒請你吃 它就是一個 我覺得對他們來講是一個宴客菜 而且是逢年過節 家家戶戶一定都會端上桌的 欸早期是在中元節吃炸茄盒耶 啊為什麼 對七月 因為六七月茄子生產 喔 對 哇你看這個越切越大片了 這個茄盒吃一個就大概會薄了 你看這樣子 好我們再把這肉餡把它夾進來 就是肉餡不要多 對 對 切的薄薄的 這樣子 哇這個茄盒一個可以抵三個 厲害了齁 對 根本中式漢堡 嗯 現在燒一鍋油 你看一下這個筷子下去 這個泡泡啊 是慢慢的小小的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下了 因為我們不希望油溫太高 油溫太高啊 它裡頭肉還沒熟 然後等一下 那個外面就已經焦了 你看我們這樣子 就這樣子喔 這邊都已經弄好了對不對 對 我用手比較快 好就這樣子直接 好這樣好了 把它放進來 讚啊 好 一個一個慢慢下 然後我們先用中火 我今天看那個日本料理的甜不辣師傅啊 對 他也是用手在炸欸 欸其實你知道嗎 你這樣子炸啊 其實手就算碰到油 其實也不會燙 因為油保護層 對 它有一個保護層 不過大家還是不要去實驗哈 不然它去炸 等一下手變甜不辣 炸甜不辣 這樣子其實還蠻療癒的 它很像貝皮 對對 它飄來飄去 飄飄合欸 其實我這樣子翻 我就已經知道這個粉超脆的 真的嗎 對 很有自信喔 對啊 等一下大家聽著 吃的時候就知道了 很漂亮很漂亮 要不再炸一半 你們看一下我現在的火 其實不大 因為這種豬肉中間一定要炸熟 如果這個是雞肉的話 雞肉就很容易熟 所以豬肉一定要讓它熟的話 我們就維持中火 那肉最後的話 我們還可以搶酥 然後再二次回炸一次 好 其實現在顏色還沒很深 我只是先讓它起鍋 因為我們等一下還要再 搶第二次的那個回炸 我們現在先炸第二批的 這個泡 把它先拿起來 好 現在這個油溫 第二次我把它拉高了 一開始會有啵啵啵啵啵 就是有水氣在裡面 現在的話就已經拉很高了 二次油炸 對 其實二次油炸出得很快 對 就讓它把那個油啊 多餘的油把它吐出來 對 它就會變得比較脆一些些 好嘞 齊火 土鍋 哇 你看十塊錢的茄子 兩三下做起來了 好漂亮 這樣子才用了一顆茄子 滿滿一大盤 如果有好朋友到家裡面來 你就炸上這麼一盤 我覺得真的會冰之如貴 而且讓你的朋友覺得 他就是家裡面的貴賓 咱們趕緊來嚐嚐看 這個一定要趁熱吃 它才會脆才會香 才會香 哎呦喂 怎麼找個中的 不大不小 喔 皮還很脆 看一下中間 對 哇 它就是外面是脆的 然後中間茄子是軟糯的 對 肉又還有一點點咬勁跟口感 好吃 好吃 好吃齁 台灣很少看到這個 可是很好吃 有多人做 好香喔 很香 因為茄子本來就滿好吃的 嗯 加上肉餡 再加上油炸的外皮 邪惡食品 各位好朋友 這個真的是北方一個非常常見的家常料理 你在小餐館裡面也一定會有這道菜 有機會再加試吃看 中間的肉 你要弄什麼味道都可以 味道稍微重一點 我覺得會更搭配這一道菜 好嘞 張心漫談天熱有新鮮事 咱們明天見 拜拜